现前我们的社会 整个地球 人们生活得太苦了 社会的动乱不安 到哪里去找菩萨 具有真正的慈悲心 来帮助这个社会 恢复正常 有这种心的人 不是没有 还真不少数 这些年来 我们曾经接触到 可是想不出方法 因苦 汤恩比波斯 在70年代 曾经说过 解决二十亿世纪 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 就是苦难的问题 他说需要忠苦 孔孔孟学书 跟大乘佛法 没人 注意到 也许 也许谈到 孔孟学书 跟大乘佛法 一般人都很深处 国外的人 国外的人 深处 国内的人 也深处 我们这些年来 深年了 昨天太苦 世界佛教 修人组织的 秘书厂 来访问我 我第一次 代表 澳洲大学 参加联合国的 和平会议 第一次会议 就在 泰国 曼谷 跟他们 结了这个月 昨天也谈了 大家很感慨 这个深年 真是一谈之间 深年 我们真的是 非常努力的 在做 在炫耀 也有一点成效 但是 要在这个世界 普遍推压 推动 让大家都能够 对中国的 传统学术 能有兴趣 能有信心 一定要做 实验点 让大家看到了 亲眼看到了 他就相信 正好 秘书长参加 这两天的 这个世界 佛教论坛 我就谈到的时候 太古 在全世界 唯一 以佛教为 国教的国教 只有太古 太古如果能够 用一个小镇 小臣 把佛教的精神 把佛教的精神 佛陀的教育 佛教的文化 落实 在这个小镇 把它做出来 佛教的精神 让全世界人看看 佛教到底是什么 到这个地方 就能看到 我给他建议 他听得很欢喜 他一定回去 努力 去宣扬这种事情 把这个促车 耗死去 我们在澳洲 也在做这个工作 但是性质不一样 澳洲是多元文化 和谐 相处 一个示范点 有不同文化 可以能够 相亲相爱 互相关怀 互相照顾 互足合作 共存共荣 这也是个特色 图文巴这个小镇 现在实验在做 下个月 泰国这个会议 主要 主要就是介绍 图文巴的想法 以及他们的做法 这个有助于 世界的和谐 不是做不到的 只要放下 只要放下成见 互相学习 互相尊重 就能做到 那么 太过我是盼望他 把佛教 这一个教 做出来 有这么一个实验点 做成功了 可以带动其他宗教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 这就是大慈大悲 就苦就难了 这就是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 感谢观看